这是左背折靠 是大了就是好 首先大家看一下 我重心向后移动的时候 我的手法大家看一下 侧面大家来看一下 就重心由前腿向后腿移动的时候 我双手你看 我我我双手合了一下 你发现没有 我左手我左手向哪 我左手向右胯来 我右手向左胸来 他有一个交叉力 交叉力 就这个近合到一起了 由我们太极拳外三合讲的合 上下相合左右相合 想做到左右相合上下相合 他是不是要把这里送 你上面是顶着他 他这两边合不了 你把这里一送你看 你会感觉有一种 有一种像你挤压的感觉对不对 好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手大家看一看走 就我们这个手在环抱的一瞬间是瞬间提吸 提就大家记住他在提吸的时候要收腿 很多人在提吸的时候就懒懒散散 你发现没有他会是这样 晃乱晃 为啥说很多人说老师你看谁练拳 为啥晃来晃去 就是他下面不稳 我在提吸的时候 你看我这个腿怕 我的脚后跟收一点 收就我在提吸的时候脚后跟微收 膝盖是零 你会发现你的腿就有稳定性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手法 看呗他连贯起来 一打开的时候重心后一提吸 啪 正脚开步 刚才我讲的 右手在左胸 左手在右胯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先形成交叉力 x力剪刀呢 剪刀呢 剪刀 要先形成x力 x就先把 就是我们在发力之前 先要把力呢 啊 剪刀式的打开 剪刀式的打开 它如何打开 啊 你会发现你看我的身法啊 比如说我做一个平步法的 你看我的身体 你仔细看啊 就我这个劲是咋打出去的 你要1比1的去学习 学就学的时候要死 老师咋教你咋练 再看一下啊 走 我是不是先把这里合住了 合住以后我才能把这个力打出去 就很多人你们在做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啥 光手懂啊 你们没有身法 你们没有身法 太极拳讲上下相合 上面和下面如何合 肯定是合到终结 终结如何合 不是大家 不是大家理论上知道太极拳外三合 大家对太极拳的合 不太理解 要老师啊 那练拳的时候不就是肩于跨 肘与心 手与足 我觉得这个理解你就太肤浅了 就是我我左跨在松的时候 你看我右肩 和左跨是合的 我松右跨的时候 我左肩和右跨是合的 如果没有合定他就过了 没有吧 就他还有他还有交叉性的相合 再打一遍 对合径 就我们练太极拳你一定要找到合径 你找不到合径你打的径就很乱 不只是左后方约30度啊 就是我在讲啥的时候大家先去理解啥 这样的话咱咱这个一点一点过啊 一点点过 我们就能记住啊 要不然就人家说的一锅粥乱断 那不行啊 把课程下了 你看 然后重心后移的时候 左手下 右手上啊 你看 我在我在提膝和正脚的时候 你看我的右脚啊 提升了啊 他这里必须大家做到一 一 二 连贯起来就是 正右脚 开左部 你不要 正脚了 你在二 太慢了 有我们正脚的一瞬间 啊 左膝就拎起来了 你看 看呗 你看 重向镜下沉 左膝上领 重向 像压压板一样 这边下 这边上 重心保持平行线 不要顶 啊 要微下 沉 这个脚如水给的劲 身体的下沉 对不对 很多人是这样 一提膝就顶了 然后我提膝的时候身体一松 我在沉的一瞬间 把左膝 抨 拎起来 左脚 左脚啊 左脚开步的30度 啊 约30度 你看 正脚 左前方 30度 就我觉得就是说你现在一定要做到啥呢 步到手到身到 步到手到身到 不要光步法到了啊 很多同学在这里还容易出现 啊 你能不能做到 就我一震脚我的身法已经合了 就你会发现郑老师 你的劲到为啥比其他老师的劲快 我给你讲 真传一句话假传万经书 就我给大家今天讲的全部都是核心 如何步和身 手 步到手到身到 你会发现你看我就打的时候 看好啊 就 我正脚开步合手我的身体 你看一下是不是 已经已经和好了 已经叙事待发了 只擦把对方打出去 你们在练的时候还会出现啥呢 步到了手到了再动身 就 慢了半盘 那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开完步以后 大家看一下啊 开完步以后我左肩去找右胯 你看 30度35度之间啊 左肩去走左肩去走右胯 你看这一块是一个 身体产生一个螺旋下沉 螺旋下沉你看我来打几个啊 整体你看你看我的腰胯 整体是一个螺旋 左肩去走右胯 左肩走右胯 左肩走右胯的时候它是一个螺旋下沉 你听我讲千万别跪西 太极拳讲八面蹭静 就是我松的过程中我还是有螳旋的 松不是蟹 不是叫你一松 这个力卸到膝盖上了 就是我身体越松 我的脚越能踩着劲 我的腿和脚 有劲 能支撑着我的身体去下落 能支撑着我的身体下落 下落 不要八字脚 脚尖微微内扣 左肩和右胯 不知道的话你就去手 手去找你的右胯 你看我的肩去找右胯 然后右肩微向后 但是右肩向后的时候不是开 右肩微向后的时候肩是边向后 还有一个边向里合的劲 我的肩就是边向后转 我通过手去向左胸来 我边向后转 我的肩膀还有一个劲 他没丢 啊 你去找到这两个劲的配合 来找到以后 找到以后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我在发的时候大家看一下 身法 身法我们讲 手眼身法部最难练的是身 我是螺旋下沉 我在发的时候是螺旋把这个劲 就是刚才那个同学说的说很好说 像这个老虎扑羚羊一样 啊扑羚羊前肢前肢啥 叙事待发 在发的时候你扑向羚羊的时候是什么状态 一定是要把脊柱打开的对不对 你看我的脊柱 你才能把这个劲 通过脊柱的力才能把这个劲 完全 叹一下转过来 脊柱一转你的身体你看 叹一下就转过来了 啊 往前来一点先合住 咱是这样先合住 啊 开步吗开步 开步 开步合吗 合住 就大家发现了没 他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他现在就是一个左肩和右胯和 叫交叉力 就我们为什么讲练拳的时候 要求 腰为主宰 其实我们去打乒乓球 就你去打球的时候 你不可能腰不动 不是你这样 两块放平 两块放平 对你这样打 这没办法打 这是手上 这只是手上的劲 你的腰不会动 你没有 你没有用上腰劲明白吧 对 我们太习拳讲主宰于腰 主宰于腰 就那他如何通过腰去用劲 给出一个劲 他就一定是在他打的时候 注意还是微微有点歇了啊 啊 就是打的时候 就是说 左脚蹬 直接蹬 左脚蹬的时候 这个腿呢 看没 蹬腿 在蹬腿的一瞬间 这个劲呢 会通过你的腰 传达到你的手 相当对抗对拉 膝盖打开 对 你这样再走 直接一合直接打 看没 再再看一下走 再来合 就先是左肩合 右胯合 你比如说你手里拿一个拍 反手 反手 啊 我不要打 那个手 我往后撤一点 你哪怕那个手不动 就你现在要把这个球给他打过来 嗯 你是不是 咱就打乒乓球的时候不是不可能是平线打 啊 你不能说 这样打呗 你看哪有这样打的 他一定是有弧线 对 对吧 他有个弧线燃物通过灯火转要走 才能把这个力呢 发到骚减 因为我们练太极拳 我们讲落点成刚 落点成刚 我们要把我们的净力 达到没骚 我不知道大家在练太极拳有没有听说过 我们要把劲到骚减 有的打个有 有的打个有 就但是现在很多人在练散手呢 出现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啥 就这个劲 往下憋了一下 他劲没出去 我们讲发劲发到骚 哪为骚 手为骚啊 你这个劲你想一下 你不忘你不忘这走 你往哪走 所以在这里一合你看 蹬 一蹬 就是你首先要去 就今天在比赛的时候 就是我在 蹬腿的一瞬间 你比如说你手啊 现在我在沉的时候 这个腿膝盖柴上 立目顶先筋 你比如说一直推着这个劲啊 推着这个劲 你看我在打的时候 就这个劲一直跟着我 还推我 我这个腿还有劲 看 还撑着呢 还撑着呢 还有撑劲 就他在整个 过程中 我们老土话叫蹬腿 蹬腿 专业术语 他叫静屎于脚发于腿 静屎于脚发于腿 就细的再去讲的话是 静 屎于脚是脚到哪个位置 我觉得是外外外沿 蹬 蹬你再去想一下啊 你再去蹬一下 这哪里给的劲 他能把这个腿支撑起来 脚后跟 对 脚后跟 就以脚后跟为周 就你在练拳的时候 你听我给你讲啊 很多人就是真的是直播间 我敢说直播间 如果你没跟我学过拳 目前来说 80%人在发劲的时候就是 都是断劲 老师我不会转腰转化 你不会转腰转化 都是下面出现问题了 都是下面出现问题了 他脚后跟有一给一个劲 就脚后跟一给劲 你会感觉你的腿有 有支撑了 有支撑了 我们才能把这个力 就像推墙一样 我才能把这个墙推走 我才能把这个车推走 脚后跟没劲 你的腿是软 你去推墙的时候 只是你手臂的力 对 静始于脚 发于腿 有劲的来源从你哪里来 脚底伸根 脚踏实地 我们说 走路 腿软 吸软 都是脚软造成的 脚吃上劲了 他就不会腿软 越走你越强壮 所以说 他在这里是脚后跟给的劲 然后呢 通过脚后跟呢 发于腿 发于腿 就脚后跟一蹬呢 我是发一个腿 但是脚后跟在蹬的时候呢 他不是直蹬 他不是直蹬 他是转 他是转 你直蹬 你看 你直蹬 你的腰化动不起来 你只是平移中心 太极圈没有平移 你看 没有平移 脚后跟要转 脚后跟要有一种啥感觉呢 我夸张一点啊 当然 这个是夸张了啊 不能这样啊 这样就过了 脚后跟在你的鞋里面 有一种往外转 往外转的感觉 就我脚后跟一吃上劲 我们为什么讲腰式车肘脚式转 转 大家打一波转 就腰式车肘脚式转 他就像电转一样 转了一个劲 一转这个劲 你看我的腿啪 就走 产生了一个螺旋 啊 一个螺旋就出去了 一螺旋你的腿就有劲 你听我讲 你按照我的方法练 你练100年 你都不会膝盖疼 直播间只要说膝盖疼 你全部统通 统一都是方法错了 你走偏了 你走偏了 转 对转 拧转对 张姥姥说的很好啊 拧转要有拧转的劲 对 腰式车肘脚式转 对螺旋径 这是螺旋径啊 对 腰式车肘脚式转 就你找到这个转的时候 你发现了他很很很神奇的啊 你看 当我们去找到这个转劲的时候 我的身体就能转过来 你可以试一下 你看两手 左手和右手 虽然不发力 你会发现 它是一个整体的螺旋 统称过来了 螺旋残扰劲 你看 从腿 残到腰 从腰 从脊柱 旋转 残到手臂 如果说你的脚不转 你会发现 你光身体转 下面是空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悟 听我讲 我在讲课的时候眼睛看耳朵听 用心去感受 练拳要求物高于行 物行 你的物行很关键 你不要 你不要 我刚才说了 你看你脚后跟不转 他的力是平的 他没有旋转力 没有旋转力 他肯定不是在太习拳的力啊 在太习拳讲螺旋残绕 尤其城市太习 周身无处不螺旋 对不对 那你你脚在外旋蹬的时候 你看你一蹬 你的腰马上就能跟着过来 你静你看你脚后跟一蹬 你的腰是不是就 你的左腰向后一转 你的身体是不是就转过来了 不转都不行 你在转的过程中 我来问一下 你在转的过程中 你的腿有劲没有 你在转的过程中 你的腿有劲的 你来打个有 你在转的过程中 腿没劲打个没 对 三手女侠啊 你包括莉莉啊 朝容以前你们练拳练歪了 你们以前练的啥 我跟你说吧 老师 我们以前我给大家说 你老师咋叫的 我跟你说说 以前我练拳就是往下卸 就老师说那个劲 卸 而且还肉 本身这个肩和胯和好了 我们飞得再往下沉一点 意思好像是发力之前 好像再续一下劲 然后才去转 刚才我试了试老师说这个 只要你把你的意念 重心放在脚后跟上 还不容易卸劲的 转的还快 你看 他整个劲 脚后跟 你看他就很快啊 再来看一下 你看走 大家来说看快不快 我刚刚听老师说了 我 你大家把这个劲啊 要放在这个脚后跟上 不要把它整个放在脚的外侧上啊 脚后跟 和好以后就不要再动了 脚后跟往外旋 对手可以放松点 手别想手 光想 蹬转 你看 手就是顺势 脚后跟 他的腰就转起来了 这个你看 这你不想转都不可能 不想转都不行 这面再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速度 速度 是不是 我感觉这样 这个腿你还能能登上劲 这个胯也能开 右边这个胯也能开 胯 胯有是有感觉的 和 放在脚后跟往外转 你看 他有支撑 他不可能往下歇 然后你现在来看一下 他在打之前 你发现了没有 就是我们权理上讲 学权一定要免理 我说的理是权理 不是长篇大理 叫你听不懂的理 是身体的感受的理 嗯 静食于脚发于腿 你看走 你看他这个腿啊走 他这个腿是不是有一个伸展的广态 走 但别 你正常发 你别一伸展你直了 那就顶了 我以为你叫我故意 你不要不要故意 不要故意 走 看没 他打完定好 走 大家发现了他的腿还是弯曲的 弯的 为什么弯曲呢 因为太极拳讲趋中求直 只有弯曲你的脚是生根的 如果一直 你看他的力完全顶上去了 是 所以说反过来我们又讲直 但是呢 太极拳又讲趋中求直 他的劲就不会顶 你们在发进的时候就很容易去拖泥带水 比如说在这里发进 续静的时候就会 我还要再续一次 他他他一直在续就是你可以再续 但是他再续也是可以再续 就再续也是很很快的 你看 就大家容易出现 然后再发的一瞬间 啊就容易丢进你们其实最最主要的点 最主要的点你知道网上为什么那么多人练散手他们慢 你知道不知道 都是因为在发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劲 他他本身这个劲要 本身这个劲要到我们的手臂 他还没到手臂 你拿个脚吧 他他他这个劲本身要往手臂走 他没走到手臂他又 沉了一下他说这叫松沉劲那是瞎扯 就要好比太极拳他是阴阳之地 屈中还要有直线 啊就好比说我 这里是一个人 我去打他的时候 你想一下我们去打人的时候 你看 我喜欢拍沙袋啊拍沙包 我就我们在拍的时候 你想一下 我这个力大还是 我还是这个力大 你自己好好想一下 你你去找一个沙包你试一下 就你这个力出去以后你觉得是 这个力大 这个力大还是 这个力大 现在很多人搞反了 他说这个是整进 把大家误区以后你再发进的时候 你自己试一下 你绝对在发的时候 你的力本身他是要传导到这里 他只拿到一个太极拳的什么沉劲 他就给你 啊话舌天竹 那就我说那要谢 太极拳奖不丢不顶 什么叫顶 没有螺旋 这就要顶 什么叫丢 这就叫丢 对 不卑 不抗 那你来给他打一遍啊 打得好 看这个发这个劲 吹不吹 大家来看一下 啊发这个劲 根本都不在一点拖泥带水的 啊干净利索干干净净 小伙子打的就是一个帅 可以的 游蓝下播以后发给大家啊 这个下播以后发给大家 我希望大家这个转发转发啊 转发转发 这劲打得透不透 就你看 郑老师教的学生 你看不管走不管涨 你看他是不是把力发到末骚了 是 对不对 是不是就是我说的发到手上了 啊 就发到他该去的地方 帅的一起给王老师打个帅啊 点到8万的赞 咋能打这么好 能打这么好 谢谢平凡的梦啊 给王老师送的墨镜啊 对我看一下王老师还有几个人给你送墨镜啊 打完之前 拜王老师 崇拜王老师 太好 对等大家来到线下的时候 叫王老师再多教他 多教大家两招 嗯 脆不脆 脆 我觉得是三首第一名当之无愧 谢谢阳光三蝶送的墨镜啊 墨镜给大家戴上 太脆了 好 抱歉好站到这里 咋得真好 我们为啥在这里有一个 你看有一个侧身进步 你发现了吗 你看 啊 我们是侧身 你看 侧身进步 就为啥我们侧身进步的时候要做到左肩和右夸相合 我给大家讲一下他这个啥道理啊 就这个动作是在推手中啊 我们两个在强把 在推手中的时候我推对方的时候你看 我直接进你推我啊 推我你推我你推我 你看我直着进是进不了 嗯 我直着进是进不了 嗯 我必须啥呢 我要侧身 你看 我要侧身 这不重要 我要侧身进 嗯 侧身进才能做到肩 左肩和右夸相合 哦 再看一下啊 我如果说直的进啊 你看我这顶着 这里顶着 但是你看我在进的时候我是用身体带手 我身体一转我一推他我一恍唐啪我身体进去 就首先是啥 你俩看一下啊 首先是我的右手在哪 在右胯 左手呢 卡住他的大臂 左肩呢背折靠就你的背 背现在要贴着他 对吧 背要贴着他的身体 就背要先贴着他的身体 王老师你来吧 这点快 还把我打飞了 就是我们在推手中啊 你看我推我进的时候你推我啊 对我进的时候你推我 对不对 我我是进不去就是我在推他的时候 我们讲远拳 进走 贴身靠 一起打一波贴身靠 没办法 没办法就 我想去摔王老师的时候 我想靠他的时候贴身 如何贴身 我就这样进 我就这样进 但是我在进的时候你发现 他身体不管推我肩膀 或者他要推我的胸 我在进的时候我是啥 側身 側身 左肩去找右胯 你看现在一头你看 我是不是就瞬间进去了 来 对对 试试 就是我瞬间左肩去找右胯了 试试吧 我的背部 试试 我的背部 我的背部在这 我不是肩在这 我不是肩在这 我的背部在他下面 后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发 发的时候形成啥 对 远拳进走 贴身筒 要先贴身 伸法要进去 那我们现在就靠的时候 我啪我进去了 我靠的时候如何靠呢 我通过 转腰的力 通过转腰的力 通过手呢 向你的左 后方 哎呦 哎呦 他是一个这样的力 没事吧 算了 不能 能理解吗 靠要进去 进去 然后通过靠 延长到末梢 有个靠近 到末梢 手多高 你听我讲 我们所有打靠的动作 只要打背折靠的动作 手握 不能低于肩膀 你看 手握低于肩膀 你又会感觉你的背部没劲了 你手往上来一点 你感觉你的背部是有力的 背折靠是要把对方掀起来 咳咳 没事 你俩就在后面自己学一学 拿起来 雷是想掀我 都没掀动吗 没有吧 就现在你看我们 再来把这个今天讲的再复习一下 好吧 我们再复习一下 你看 我们在这里合住了 对 你俩多去琢磨琢磨 就是现在我灯的时候是啥 螺旋灯 螺旋灯就是我一灯产生的一个螺旋 螺旋灯 在螺旋灯的基础上的我们的腰胯呢 它是通过腰胯和脊柱 你自己要靠啊 打开 在打开的整个过程中 脚的劲不能卸 如果脚卸的话 你去发的时候这个力 对方这个力就压到你身上了 明白吧 然后我在发的时候 你看这个力呢 你看 会到哪里呢 会到你的背 左背折扣 你看我左肩和右胯相合 我在蹬的时候 你看这个力 你看 就这个力 会到你的左背 能理解不呢 你看这个力 会延长到你的左背 如何到左背 它还要需要你的左肩和右胯相合 它才能到左背 你不能说 过了 那理解 就是在这里合的时候 我发到哪里 肩鱼跨相合 不能再转了 再转这个劲 没了 又过了 开完步 左肩鱼啊 你看 它这个我觉得合的就 还差点意思 哎 对 重心是在 右 重心是四六步啊 你听我讲往这边来 大家发现了没有 为啥我不叫大家三七步 三七步啊 你看 三七步的话就重心很往这边压 你会感觉这个膝盖有点压力 有 你也试一下 你感受一下 如果说我往后面来一点 四六步 也就基本上变成小马步的时候 你看 我腰不管咋转 我这里不受力 如果说你是往这边压 这里是不是有点势力 感觉这个膝盖有点转不过 而且这不好启动 不好启动 如果说你看 你把这个劲从 四六步 当劲不丢 它的腿不变 然后从这里走 左肩和右胯合 这个螺旋在发的时候 这个劲 你看旋跨转腰 这个力再大一点 你看 合好 光转腰就可以走 转腰 没有吧 转腰的瞬间在里 对 所以左肩你和左 雷雷为啥左肩和右胯合得不太好 因为它有点顶 他没把这里松下 胸不会松 那挤住啊 那力有挤发挤住这这转 发的时候我的就 我们在发腻的所有腻之前都要合 这里转 那松胸 松中丹田 松中丹田的时候 田命门 那 松这里 田命门就这里松的时候命门是向后田的 启动速度要快 你说还是有点 在这里和好 对 田命门 明白吧 松这里的时候它是咋松的螺旋 周身都是向右转 胸 力有挤发 我们身体的转动是通过脊柱转过来 对 我在蹬腿转腰这个力到腰上的这个脊柱快速的 向左一转 这个力 是不是就送到你的 背上了 要不然你没有螺旋力这个力 只能撞到肩上 你只有了这个力 它的力才能到背 听懂了没 听懂了 这个镜 这个这个镜咋打的大家听懂了没有 今晚体悟 要火 总之一点松活弹抖 啊 松活弹抖 松了它才能 这里松了它才能 灵活的 变化 这里是硬的 一发劲它就会感觉有点紧 有点紧就感觉这里 你看有的老师一发劲他一发 这里有点闷 就这里太硬了 啊 我们现在把步子打开 步子可以小一点 啊 我们现在来练一下这个力 女侠你也练练一练啊 你这个贯穿到手上的劲 就是我一直说的 你有点 有点往外乳 往外乳 往外送 我今天昨天看视频了 你还是腰上的劲 你还是 还有提供 你提升空间还很大 好 就我们现在是啥呢 我左手 放到右一块 平步啊 就是手现在完全是松的 我现在就是微沉 然后现在我在转腰的时候 手出去 你看 就手 别用一点点力 你听我的啊 这个劲该咋练 你听我的 你按我的方法练 不要认为说练发劲 你要就用很大的劲 那是错的 它是有方法的 你放 左手去放右胯 左肩 他就会随之 哎 他向右转了 你来感受一下 现在我一转腰 手扔出去 腰不动手不发 手扔的时候还是从 就像以前我说 你们这个 别向外伸 这里完全不管 就要你们去证 在公园公园里溜温 没有吧 你看 完全是腰带动手臂 腰带动手臂 而不是 而不是手臂带动腰 我觉得我觉得很理 你们擦这个劲 田命门 新田命门啊 课程里都有啊 新 就说一说现在我左肩和右肩相合 然后微曲奇下下端 下端竟沉到脚底 现在我脚后跟 蹬 转 蹬转的时候 你会感觉这个腿一蹬转 老师我的腰好像 我腿一蹬转 我蹬 我的腰确实过来了 老师 我在蹬转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腰 有点顶了 你看 有点顶了 我的腰好像没向后转 没向后转的同学 你来打个零 你腰能向后转的同学 你打个零 很关键 对 建哥啊 你的动作已经很官范了 你能再把松 再 掌握掌握 我觉得建哥你的水平 六十多岁 无敌了 属于无敌的存在 你对松的理解 还是 差一点 有希望就是说 通过我的教训 某一天 你再一开悟 你的全会更好 我来看一下啊 就一蹬 腰能不能转 有没有感觉你整 你一蹬 你周身 你的腿的一个 啊 一个缠镜 一个螺旋镜 都过来了 都过来了 腿和腰 多数同学还可以啊 这一部分同学呢 就是 你在去蹬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意识 意识就是啥呢 你的脚后跟 向外蹬 向外蹬的时候 这个腿呢 不要不要卸 不要 不要这样 你看哪有这样的 你打鞭子 你抽鞭子 也没有这样抽的 你抽鞭子 也是这样抽 对不对 就现在在抽这个鞭子的时候 我们腿一蹬 腰一转 这个手放松 手往哪里走呢 手往你的鞋上方走 你看 就现在我们一一 手放到这里 我们走一一 蹬腿 转腰 发誉说 手不要直 不能出现 你的手为啥 乳 乳是啥 乳的原因就是因为有点直 他在乳 如果说他不是直的 完全是放松的 你就先放松 保持一个沉肩最主的状态 手指软一点 卸一点 一层功夫一层理 因人而异 大家凭着这张筋有点过大 沉下来 左手放到右胯 左肩和右胯 蹬腿一转腰 重心保持稳定 不要 坐 不要 顶 不丢 不顶 来一蹬一转 手出去 放到这里 走 一蹬一转 眼睛看牙手 首先那是一个什么状态 是不是也是曲的 还是直的 不要太直 微微弯曲 右胯曲整个身体是放松的 来 放到这里 脚后跟转 螺旋 残绕 残到腰 一蹬一转 残到腰 手放松 腰的带动 出去 出去 放松 走 出去 来 一 放松 一蹬就转 不要在后面扰了啊 就那天我讲太极布一样 不要叫他们在后面扰了 嗯 你还是没好好往下挤 走 很直接 很直接 直接出去了 对不对 你再绕一下 影响你发力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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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